她是一名正直青春的高中生 却被称为中国田径最强中学生 同样也被很多人称女版刘翔 她就是田径女神夏思宁 在此之前 女版刘翔这个美称属于另一个短胯天才 那个人就是曾孝傲亚洲女子白米兰的吴水娇 还记得2014年仁川亚运会 娇小灵活的中国选手吴水娇 在韩国本土赛场上 以较大领先优势战胜日韩选手 跑出个人最佳12.72秒摘得桂冠 另一名中国选手孙雅威13.05摘赢 东道主韩国选手郑惠林 则以13.39秒排在了第四位 吴水娇从此有了女流祥的美称 事态炎凉 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个会先到来 上半年还活跃的吴水娇 下半年雅加达亚运会 却见不到她的身影 吴水娇因务实带有兴奋剂的食物 则被体育总局竞赛四年 这样的事情一出 导致中国跨栏水平一落千丈 落后于日本和韩国 即便竞赛的时间过了 吴水娇的运动员生涯 也差不多就此结束了 那时候田径队急招跨栏天才 正当大家百感交集的时候 在2019年全国青年运动会 女子100米跨栏的比赛上 一位16岁的女初中生的横空出世 吸引全国人民的目光 这个人就是美少女夏思宁 鸣枪声响起 夏思宁起跑反应快 在第三个篮之后 就展现出恐怖的速度实力 不断加速 强势超越韩芷柔 她与第二名相差五六米的距离 最后夏思宁以极大优势充现 成绩一出全场哗然 夏思宁13秒30 打破了13秒53全国少年纪录 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大家看到因为篮间只有8米5 她的速度能力是绝对优势 通过比赛后半程 我们可以发现夏思宁 绝对是个跨栏的好苗子 在同龄人中就展现出 绝佳的运动天赋和巨大的潜力 如此的出类拔萃的她 练习跨栏仅仅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跨栏能力便突飞猛进 成为全国第一 不得不说 夏思宁在跨栏这方面的天赋 真是太惊艳了 简直就是神童一般的存在 真正的天才 等于1%的天赋 加上99%的勤奋 她所付出的努力 就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这个夏思宁的白米 如果是在这条赛道上 大家8个人重新比一枪 第十四届拳运会上 首次参加成年组赛时的夏思宁 一出场就惊艳全场 从一个幼嫩的美少女 蜕变成了真正的田径女神 由于夏思宁是第一次参加 成年组女子一白米兰比赛 并没有跑出进决赛的成绩 但她对自己的成绩 已经很满意了 并且表示好好沉淀自己 继续加油 正如夏思宁所说的 她距离黄金年龄 还有好几年 只要通过认真训练 加上出色的身体天赋 相信夏思宁也能够进一步提升 成为顶级跨栏选手 生活中的她也是十分活泼可爱的女生 其生活罩也是温婉动人 身材高挑 颜值十分惊艳 这样的沈仙颜值 你有没有心动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 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 拜拜 拜拜